這個部分非常的嚴重 所以鄉長非常的關心 狗狗生雄與病毒共存 沒有配套做事 萬一說你真的在疫情 發生一些症狀 所要怎麼去處理 藥物的控制跟人員的分配怎麼去 尤其是我們偏遠的地方 我們真正要需求一些資源的話 或者是醫療的一些資源的話 也是慢半拍的 我們一直希望我們的政府 在做政策的推動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有因地置疑的思維 因為條件真的是落差很大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是也希望有族群主流化的一個精神 就是我們在考量的時候 能夠去想到不同的族群文化的特性 我們都可以做出了 一年來的 這麼級快 跟住群文化的運動 我們在組裝 我們在組裝 我們在組裝